F4的开发版 那么它的这个手写识别实验的话 是放在它的标准历程里面 这里大家要注意 在讲解之前 我们首先来看一下 我们今天讲解内容的这个参考资料 对于我们战舰版的话 或者精英版的话 那么大家可以参考 它配套的这个开发指南 相应的这个手写识别实验的章节 那么对于我们迷你版的话 因为它是扩展历程 所以它的参考资料 是在它的这个增值资料末路 那么这里我们可以打开 看一下我们这个迷你版的光盘 我们可以来看一看 这里有个增值资料 有个应用文档 那么应用文档 这个下面的话 就有手写识别的这个文档 那么大家再看这个 迷你版的扩展历程里面 大家可以看 迷你版有扩展历程 在这个下面 那么就有这个手写识别实验 那么我们可以把它解压一下 这个扩展实验的话 大家可以看 在这个扩展实验期 那么有手写识别实验 这里大家要注意一下 那么对于我们探索版的话 大家可以参考探索版的这个 开发库缸数的开发指南 也有相应的手写识别实验 那么大家在学习的过程中 有一些不理解的地方 一定要去看一下这个手册 那么首先我们来看一下 我们今天讲解这种 包含哪些部分呢 首先我们会讲解一下 这个手写识别的原理 这里我们用的入门两个字 因为这个手写识别的话 实际上如果说你要把整个 都讲得很清楚 这个识别的原理 那么这个是非常难的 包括实际上 我自己也不是很了解 那么实际上 我们今天讲解的这个原理的话 也是这个作者 因为我们正点原子的 这个手写识别的 这个文件包 也就是说这个利博包 那么是我的一个同学 因为他是学这个图像识别的 那么是他提供给我的 那么这个手写识别的话 因为是属于他个人的团队的一个 一个申请申报的一些知识产权 所以他没有给我们提供这个 C语言的原码 他给我们提供的只是一个利博 那么我希望大家能够理解 那么这里同时 对于我们正点原子提供的手写识别 这个利博包的话 那么他是支持这个数字和字母 数字的话就是0到9 那么字母的话就是26个英文字母 那么这个识别 同时在我们正点原子的开发版中 对于这个数字和字母的识别 那么他的准确率是非常非常高的 可以说可以达到三样级别的准确率 只不过他的限制就是说 因为因为受制于我们这个 芯片的这个存储器的限制 所以我们并没有做这个汉字的识别 那么包括如 包括实际上我们 我同学他有测试过这个汉字 因为因为你的这个 识别的数字越多 那么他所要求的存储的 可以说是几何倍数增加的 所以这个他测试过这个汉字的识别的话 识别的效果也不是很理想 主要受助于这个芯片的速度 还有存储器的大小 所以我们这里做的demo 主要是识别字母和汉字 字母和数字 这里大家要注意 然后第二部分我们会讲解这个实验 也就是我们的代码 教大家来用这个手写识别库就可以了 那么对于这个手写识别的话 现在可以说应用的非常的广泛 包括尤其是我们现在 基本上是人均一部智能手机 可能对于学生而言可能 对于很多可能工作了的 并且收入还比较高的同学 可能很多用苹果三星的 包括收入稍微低一点的 可能用的这个小米的 还有华为联想这些的 那么所有的手机智能手机 那么它都是有 我们现在的智能手机 都是通过触摸屏 作为这个手写输入版 然后输入根据我们的 输入的信息来识别出来 那么一般的话 它是支持这个 不仅仅只是我们 像我们这个手写识别库 只是支持数字和字母 那么智能手机的话 它是支持这个汉字 支持很多种的 那么现在的手写识别 应用广泛程度 这里就不用我多说 非常的广泛 智能手机 包括我们的很多电脑 上面也有手写画板 那么手写识别的应用 可以说是非常非常多 那么我们这里来 讲要的看一下 这个手写识别的过程 那么手写识别的话 它分为两个过程 第一个是训练学习的过程 第二个识别过程 那么对于这个训练学习的过程 实际上这个过程 是对于我们代码里面 那么它主要是一个 生成一个模板 叫模板库 那么这个的话 这个过程 这个识别过程 这个学习的过程 可以在 你可以在这个电脑上去做 你也可以在 用单面机来做 当然一般可能 直接用电脑去做 做好了 生成了这个模板库 然后识别过程的话 就是在我要用到 你用哪个处理器 去做识别 那么就要在你的单面机 上面去实现 那么对于我们这里 我们看一下这个训练学习过程 那么训练学习过程 它是有很多个样板 那么比如说 我们要举个例子 我们要实现一个A 那么一般情况下 这个开发人员 它在做这个模板库的时候 它是怎么的呢 它可能会请 比如说我请十个人 我记得我们学校以前 是有做过这个事情的 因为我们学校以前 这个图像处理方面 还做得不错 所以经常看到他们 有在网上 可能做一个网页 然后发给大家 所有同学 让大家去做这个 比如说让你去写一个A 然后他把这些数据保存出来 然后去把它的特征 进行一个提取 十个人都去写A 或者十个人 都去写某个汉字 因为每个人 可能写的不一样 但是因为我们的识别率 要达得很高的话 那么他要 他要具有很强的学习能力 所以他会去把这些 可能像Google的 一些输入法 他们的特 他们的这个 模板库 可以说是非常丰富的 支持很多个人 可能你写一个A 写成这样 他也能识别 就可能你写个这样的 他可能是能识别出来 是A 或者说他跟C的区别 他都能识别出来 那么这个主要就是 他的模板库 非常丰富 那么比如说 我们这里有很多个样板 比如说我请了十个人 去写一个A 那么我们把每个人的特征 进行一个提取 提取出来 然后这里的话 就有一些算法 叫什么LDA降维 举正计算 还有平均值 特征样本 那么他把这些样本 取出来之后 会取一个平均值 然后放到我们的 模板库里面 模板库 那么我们做好了 模板库 比如说我们有 十个数字 二十六个字母 那么我们把它 做好的模板库里面 然后我们通过 手写板去输入 比如说输入一个3 然后他会对3的话 他实际上这个 他是对于这个坐标 进行一个提取 提取了之后 进行一个预先的处理之后 然后把它的特征 提取出来 同样 他跟我们前面的 这个训练过程一样 他也有一个LED LDA 这样的一个降维 把它降维 降维之后呢 然后有个最小距离分离器 最小距离分离器 也就是一个算法 然后最后弄好之后 去跟我们这个模板库 里面的数据 进行一个匹配 匹配之后 那么就是达 获取我们的识别结果 那么比如说 我们的A和C 大家可以看 这两个字母 可能对游戏同学 写得快 就是A A就是这样子的 那么C C很多同学 就是这样写的 所以C和A 看起来就很像 那么这样的话 他实际上 是把这个 最终提取出来 我们写的数据之后 他跟这个 模板库 去匹配之后 那么他们有一个相似度 取出这个相似度最高的 那么有可能 你写字写的不是很规范 A是有可能被识别为C的 所以我们这里提供了 识别结果里面 他会提供几个 供你选择 比如说提供五个 供你来选择 他会根据他的相似度 来进行一个排序 那么这样的话 有同学问你这个 只能识别这个数字和字母 那你这个有什么用呢 那么我这里需要说明一下的是 第一个 我们这个只是一个学习 作为一个学习 这一个一个力量包 那么第二个的话 也是有一定的作用的 那么比如说 现在的摄像头 应用的很广泛 有兴趣的同学 课后可以去做一下 比如说我们在一张白纸上面 写一个A 然后用摄像头 把它提取 去拍 给它拍一个 比如说实时的去拍摄 这个白纸上面的 这个信息 然后通过我们力量包 比如说我们摄像头 去拍摄A 获取到A的信息之后 我们把它的坐标 相应的点提取出来之后 给我们识别库去识别 那么也可以识别出来 那么它不仅仅是 数字字母识别 实际上它还是 你可以说它支持 这张图片里面的 我们只要 我们可以去讲章的 如果是一张白纸 我们举个例子 它上面画一个A 那么我们也可以识别 那么这样的话 我们就可以DIY一些 很有意思的一些功能 那么有兴趣的同学可以 如果说变成能力比较强的 就可以用我们的这个利波 去进行一个DIY 做一些有意思的功能 那么对 接下来的话 我们来看一看 我们的这个 手写识别库 对于我们正典原子的 手写识别库的话 我们这里 主要是有 四个组成文件 那么四个组成文件的话 就有两个利波 还有一个点C 一个点H 那么这个利波 两个利波里面 一个叫M 一个是M 一个是N M的话 是使用内存管理的 那么N的话 就是不使用内存 不需要使用内存管理 通过全局辨量来航程的 那么不使用内存管理的话 那么它至少需要 3K的RAM 那么对于我们 AVNTech手写库资源需求的话 一般情况下 我们的Flash 是需要52K 那么RAM的话 是需要6K左右的SRAM 这里大家需要注意 如果你的单位机的容量不够 那么可能是跑不了 我们的这个手写识别库的 那么接下来的话 我们就打开我们这个手写识别实验 那么我们 因为不管你是对于哪一款开发版 我们用的这个利波 都是一模一样的 所以我们这里就以 视频就讲一套 以某个开发版为例 比如说我们以战舰为例 那么这里的话 实验45 就有手写识别实验 那么我们这里把它打开了 那么打开之后 大家可以看 我们这里就有一个 ATKNCR这样的一个group 一个分组 那么我们在这个里面 就添加了我们的这个利波 还有引入了这个 NTKNCR.C文件 以及它包含了这个头文件 那么这个利波里面的话 就是进行了 写编写了很多代码 就这些代码的话 主要是有相关的母版库 还有这里的一个处理过程 处理过程 那么对于我们这个利波的话 它封撞了几个函数 首先大家可以看 这个函数 是在这里面有声明的 ATKNCR.H 这里面有声明 那么这里的话 就有这个几个函数 那么在讲解之前 我们首先来看一下 几几个函数 那么后面有三个函数 实际上是涉及到这个 内存设置 内存管理的函数 那么最终它代用的 大家可以看 实际上是在我们这个里面 来实现 那么这些函数的话 它的最终函数体里面 实现内存分配的话 它是代用了我们正点原子的 Moloch 相应的函数 那么这里最重要的一个函数 也就是我们固件库 也就是我们的利波包 开放出来的函数 就是这个 A-Lintake NCR 这个函数 那么这个函数的话 就是一个识别过程 那么是它有几个入口函数呢 第一个入口函数 就是我们这个叫Track Track的话就是输入点正极 就是我们输入点正极 那么它是一个 我们编译 大家可以看 它是一个结构体指针类型 那么这个里面 对于结构体的话 它的成员变量 主要是这个X坐标 和Y坐标 然后也就是说 它的入口参数 实际上就是点正极 比如说 我们这是我们的触摸板 我们在这里写一个V 那么我们把每一个点 提取出来 然后把它的坐标 把它放到这个里 把它所有的点的坐标 然后把它放到这里 然后第二个入口参数 就是叫Pose Number 实际上就是我们有多少个点 告诉你输入点正的点数 那么我们触摸板 一个V 可能有这里每个点 一二三四 有多少个点 要告诉它 然后第三个入口参数 第三个参数的话 叫Trial Number 就是我们希望输出的结果数 也就是说 你希望输出多少个匹配结果 我们刚才讲了 你输入一个 比如说输入一个信息 那么这个可能识别出来 它根据它的匹配的这个顺序 也就是说匹配度 有可能匹配度很高 比如说这个匹配度很高是C 那么有可能还跟A 也蛮匹配的 然后还跟其他的也匹配 所以它会按照这个匹配度的排序 最前面的 就是匹配度最高的 然后你到底要输出多少个呢 这里是可以设置的 然后最后 不是最后 然后还有一个 第四个 第四个就是Mood Mood的话就是设置它的识别模式 那么我们设置为 一的话就是仅识别数字 二的话大写字母 三的话小写字母 四的话就是这个混合识别 就是所有的都可以识别 然后最后就是一个Result Trial Result 这个四个指针 那么它是保存识别的结果 保存识别的结果 返回给我们 那么接下来 这个过程怎么来实现呢 实际上就很简单了 对这个代码部分 我就不做很详细的讲解 首先我们这里有一个8核 有个200的8核 大家可以看 这个8核是NTKNCR Point 大家可以看 就是这个结构体的一个结构体 那么定义一个这样的结构体 宿主 实际上就是给我们作为什么呢 作为我们这个识别的第一个入口参数 那就可以看 那么这个大小是200 也就是说我们这里给它的8核是200的话 那么我们要记录的最多就是200个点 然后我们看一下我们的主函数 那么主函数里面就开始部分的话 实际上就是一些初始化 那么这里的话 大家还要注意 我们要调用这个 我们的这个手写识别库的话 首先要对它进行一个初始化 叫Aline Take NCR这样的一个初始化函数 大家可以看 这里实际上它也是在我们这个投文件里面 给声明的 那么同时这里还有一个NTKNCR Stop 就是停止识别器 就是你可能要识别很久 那么我们可以手动去停止 不让它识别 这里 所以我们这里首先要调用这个初始化 那么在初始化里面 它就会有很多的设置 那么这个设置是在Lib里面做的 所以大家不要关心 然后初始化之后 接下来的话 在这个循环里面 我们就去扫描按键 如果我们是为一个二国按键 那么它是对屏幕进行校准 因为我们要通过屏幕作为一个输入板 所以它对屏幕进行校准 那么因为只有电阻屏才需要校准 所以这里判断它的类型 是电阻屏 那么才需要校准 然后如果你是K0按下的话 K0的话它是什么呢 它是选择它的这个模式 仅识别数字 仅识别大小 大写字母 仅识别小写字母 全部识别 它是我们按了K0之后 然后它去调整这个模式 然后确定了模式之后 然后接下来的话 就等待我们去输入 输入然后识别 那么输入识别 这是个什么过程呢 比如说这是我们的触摸板 那么我们的思想是什么呢 就是我们选择 看到我们有按下了 并且没有松开 那么一直按下 那么我们就一直去采集这个点 直到松开 松开之后 我们就去说明我们的这个画笔 已经画完了 然后我们就去识别 是这样的一个过程 也就是说我们检测到有按下 就开始去采集 再松开 然后就说明我们采集完了 然后去识别 那么它是怎么做的呢 首先 我们这里 开启扫描 然后如果有 这里不叫按键 实际上应该是有触摸按下 有触摸按下的话 大家可以看 这里面的这一段代码 看起来很多 那么它跟我们这个 前面讲触摸屏时也是很像的 什么last position 实际上就是采集点 那么采集点之后 最终是什么呢 如果我们的点数小于200的话 那么大家可以看 它最终是把这个数字保存在我们刚才定义的200的这个red buff里面 并且每一次采集到一个点 这个p count都加1 就是记录 记录我们采集了多少个点 就这样的一个过程 然后这个是我们当有触摸按下的时候 那当我们的触摸松开了 松开之后 它先进行一个延时 然后在这里 如果我们的p count大于0 就是有按下的 那么最终它是做什么 调用我们的alintake ncr这个函数 去识别 那么它的入口参数就是我们前面 记录的这个buffer 还有我们有多少个数据 那么这里的话 大家看 如果我们没有修改这个mode的话 我们默认这里定义的mode等于4 也就是混合模式 全部去识别 所以调用这里 然后就进行识别 然后显示相应的识别结果 大家可以看 show the dream 然后这里显示我们这里的识别结果 那么这个整个过程还是不难 那么大家如果说要仔细的去读代码的话 那么可以把我们这个代码去读一遍 然后如果说你还需要修改为自己的所要的功能 那么也可以去仔细的看一下我们这个组函数 那么也就是说 在我们硬件初实化好之后 对于我们这个手写库的这个整个工程的话 它主要就是代码 主要就在一个是在我们这个手写识别库里面 再一个就是我们的组函数里面 那么对于我们手写识别库的话 我们主要是首先申明这些函数 那么这些函数的话实际上是固定了的 大家要注意 因为在我们这个手写识别包里面 它是有调用这些相应的函数的 大家要注意 然后对于这个NTKAC2.C里面 那么它主要做的是 实现这几个内存分配的函数 那么接下来的话 我们把代码下载到我们开发板 然后我们来看一看 我们来进行一下测试 那么接下来的话 我们打开我们的摄像头 大家可以看这个界面的话 就出现了这个 液晶上面就有一个框框 那么这个框框的话 实际上这个框框的话 就是我们的这个手写画笔的区域 那么接下来比如说我在这里画一个V 大家可以看 那么它这里识别结果 这里就有V 比如说我在这里写一个E 大家可以看这个识别就有E 还可以是L还可以是I 它是根据它的这个 跟最大的相似度来进行分析 比如说我们要画一个M 大家可以看这里就可以识别M 还有N 大家可以看这里识别出来就是N 那么对于我们这个手写识别库 识别这个字母和汉字 可以说它的准确率是非常高的 它可以达到商用级别的这个准确率 只不过因为它的因为一些限制 它只能识别数字和字母 所以这就是它的局限性 那么对于这个手写识别的话 因为我们主要是讲解的这个库 所以我们这里就讲解的比较简单 那么对于这个手写识别的这个步骤 我这个PPT里面实际上也列出来了 除始化 然后输入点证 调用函数 然后也可以去停止 那么调用函数的结果保存着Result 那么这些我们刚才都已经给大家讲解了 那么对于这个手写识别的知识 我就给大家讲解到这里 如果大家还有听不懂的地方 还有没有学懂的地方 还有有疑惑的地方 我希望大家回过头来看一下我们这个 相应的配套手册 那么这里我还需要说明一下的是 不管是我们的正典原则哪一块看法板 那么都目前而言都是自知手写识别的 那么今天的内容我就给大家讲解到这里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